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晚上的哲學星期五 然後我們很高興就是 今天我們講這些主題的話 是看兒童哲學 那今天看現場有了不少小朋友 我們是不是在用兒童的方式來看哲學 大家很多人講到說 因為對哲學會有興趣 或是對兒童教育會有興趣 那我們講到說 大家對這兩個東西到底怎樣去結合在一起 但是從生活中 或是從說這些就是在課堂上 然後我們怎樣去 可能把哲學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然後帶入這樣的一個生活裡面 那我們就是 當然我們還會請三位講解 那首先還是跟大家就是 鄭重的介紹一下 今天的那個就是我們的主角 然後就是那個理學 我實在想要噴一邊 他是那個大國的哲學家 作家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一些工作坊 就是那個社學工作坊的那個工作這樣子 那就是他剛剛來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不是要來這邊就是 給一個那個conference 我不是要來這邊做一個會議這樣子 我不是要來做一個很大的演講 那我是他的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一套 就是他自己的哲學實踐的方法這樣子 那所以或許這樣就是用他的方式 然後來去就是跟大家做一些對談 或討論這樣子 然後呢 那再來的話就是 那今天呢 他就是台灣西班大學的義育系教授 他台語老師 然後呢 他在那 在台灣是在幫台灣人學 對 然後那他就是 自己本身也有個小孩子 那他對一些 就是可能教育這方面 兒童教育的方面 他可能也有他自己有一些思考 那後來的話 他也可以跟我們做一些他自己的分享 然後最後一位呢 是那個文化大學哲學系的 吳峰惟副教授 那他的話是講師 他從來也是那個 就是高中學學教授 我一個導師的文化大學 然後那 我 他也有一個女兒 那所以等一下 或許他也可以跟我們聊一下說 他怎麼樣會去 跟 換學生 或是比較小的小孩子 他們怎樣可以帶入一些 就是比較概念式的東西 也要怎麼樣在這個對方裡面 他們創造的一些 所謂的哲學時刻 那 我就不太多說 那我首先的話 就把那個 麥克風先生講給一個 謝謝 坐著講 站起來講比較容易激動一點 大家好 其實我今天發言的這個位置 應該是 一個十歲的小女生的爸爸 然後剛好也來湊巧 我本身也是一個 教育工作者 然後我教 英國文學 我也教當代歐文學 國體長 國體長 平常上哲學課的時候 可能開始講到十分鐘 後面就已經睡成一天了 那我希望我們今天 可以用比較輕鬆婆婆的方式 讓大家在整場的討論過程當中 都非常的振奮 那剛剛有一位媽媽講得非常好 說其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跟小孩子接觸的那個過程 其實就會 時而會閃現出一些 哲學的一些時刻 那這個時候 大人如何回憶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們家先聊一聊 自己的一些切身的一些經驗 有一次他 有開車經過一個教會 已經關門了 小孩子看到教會關門 他會產生一種隨意性的聯想 就是問一個 乍看之下非常無厘頭的問題 他就問說爸爸 天堂會不會關門 然後他就自己有一套說法 說應該是不會關門 因為每一個時刻 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使用 這個思考的過程 本身如果要深化下去的話 事實上可以帶出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哲學的一些點 其實我有準備了一個PowerPoint 我因為指令不守 所以我那時候在準備的時候 好幾個小時都搞不懂 但是因為今天人比較多 可能操作起來會比較不適 那麼方便 我當然上次是 仿效這個玻璃貝先生介紹書 之後方式做的那個 不過今天要比較輕鬆一點 我可能就不使用那個PowerPoint 那我稍微簡單講一下這個書的 它有一系列的那個大標題 叫做哲學思考遊戲 那這個我想就是說 這一系列的書就是把哲學跟思考遊戲 做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結合 但是我必須提醒的是 這邊所講的這種思考遊戲 跟我們小學生很喜歡玩的那一種 然後經濟轉彎是很不太一樣的 就類似說小朋友 每天都要問回答對這個問題了吧 為什麼 狗進去麥當勞會被打 貓進去也會不打 為什麼羊進去都不會被打 他就很視以為是的跟你講說 因為麥當勞24小時都打不打 所以我們昨天所講的 這種思考遊戲 跟那種無一口式的 腦筋急轉彎 不太一樣 實際上這個書 大家如果仔細去讀的話 發現到說其實它是用一種比較 純真小孩子純真的這種方式 然後非常貼近小孩子日常生活的一個情境 去提出非常多的有意義的 尤其再強調來是有意義的一些 哲學上的一些問題 那事實上這些哲學上的一些問題 有很多都已經進入到一種 形而上的生命本體的存在的一些 甚至是一些道德能力的一些議題 我本來那個PowerPoint裡面有準備一個 沒有關係 這裡面大家就比如說 他這本書是那個自由是什麼 其中有一個章節 他就問說你的責任和煩惱真的比大人少嗎 然後另外一面就是另外一個圖 就是說有時候大人會不會自尋苦惱呢 類似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要講就是說 跟小孩子討論這些問題 其實不是單方便宜的一種 教條式的一種灌輸 剛剛那個問題是小孩子要自問 自己去處理他自己的一些 煩惱的一些問題 那藉由大人跟小孩子做這樣一種 哲學性的這種對話 其實也是在做一種相互的一種了解吧 大人角度去了解小孩子的煩惱 讓他說小孩子也可以站在他小孩子的角度裡面去 去理解大人 那世面到底存在什麼樣的一些煩惱 就是說整個系列書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的這些類似這種 事實上是很有哲學深度 但是非常接近小孩子日常生活寂靜的一些問題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我必須要講就是類似像這個哲學相對論這一本書 他就是用很多的一些對立的一些觀念 比如說冷啊熱啊高啊低啊好啊壞啊等等的這些 對立的一些概念去談一些哲學的一些問題 那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這些概念事實上不只是單純是對立的 也可以是相容的 那我想就是說這個有一些細部分 就是看你怎麼跟小孩子去談 讓他了解到說好跟壞兩者 絕對不是說完全沒有任何這種交集的 其中有一張他在講到一個非常難的一個 哲學上的一個本體上一個問題 叫有線跟無線 那那個有線跟無線 他裡面大概就有解釋到說 什麼叫有線呢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開端結束線條形狀大小之類的這些東西 這些事物這些經驗 那反觀無線的話就是沒有剛剛所講的一些長寬大小的時間開端結束之間 問題就在於說透過跟小孩子去討論這種相對的概念 讓他了解到說這個世界上 你從有線跟無線這種角度去理解的話 並不是互相排斥的 反倒是可以讓這個世界的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跟感受 更加的一些豐富 那接下來我要討論的是 稍微帶一下哲學跟兒童教育的問題 可能是在這個活動的那個文案裡面 有類似這樣的一個問題說 小孩子可以學哲學嗎 類似這樣的一個大哉問 或者我覺得是不是可以換一個角度 做出一個應該更有意義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要教小孩子哲學 如何教小孩子哲學呢 然後改成這樣一個問題 或者也可以去思考說 小孩子去學哲學到底對於整體的兒童教育 會有什麼樣的一些注意 什麼樣的一些重要性 能夠完成什麼樣的一些目標 以上所講其實都不是非常正確的一些提問的方式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裡面有講 包括所謂的意義 包括所謂的目的目標這些東西 可能在我們一般的教育理論裡面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設定好什麼樣的 當然很多老師嘛 寫教案 然後怎麼樣的一個教學的一個過程 要完成什麼樣的教學目標 如何去提建 我必須要講的是說 這一套東西也許在 兒童教育或者是 兒童的哲學教育裡面 都不應該視為那麼樣的理所當然 這個我必須要提出來的 不過話要說過來 跟小孩子談哲學 總可以有一些 所謂的一些比較正向的一些意義 也許不在你預先的設定當中 但是它可以透過這樣的互動的過程當中 去產生 這個也許是我們 每一個在做這件事情的 都必須要放在心裡面 那從我有限的角度裡面 我會覺得說 跟小孩子聊哲學其實也是在訓練他 也許訓練這個詞語 不那麼政治正確的 是在熏陶他一種傾聽的一種技巧 因為你必須要接受 像我剛剛所講的那種 一個問題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然後大家可以輪流 各自去抒發自己的一些觀點 所以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當下小孩子在這個階段 他自我偏執非常非常非常強 透過跟他聊哲學 也是讓他稍微紓解一下 他那種比較偏執一個自我的 這樣的一個印象 那另外當然很重要的一個意義 就在於說 你必須要 小孩子必須要 為他所相信的 所認為的一些觀念 尋找一個合理的一個藉口 像我剛剛所一開始所舉的那個例子 小孩子自己都給了一個答案說 因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死掉 所以天堂是不會關門的 就可以再繼續在周圍下去 你為什麼覺得說天堂不會關門 不會讓一些人不能進去呢 等不等的一些問題 那他如果覺得自己說不通呢 他可能就必須要適度的去調整 他自己的一些意見 這個是兒童的這一端的 那教育者老師這一端 或者是父母這一端 我想也應該有一些態度上的一些調整 我想老師不應該就是站在一個給答案的 這樣的一個位置吧 這個當然還會牽涉到說 小學教育體制的那個修改的改革 這個問題今天不在這個話題當中 那另外老師不給答案 老師也不是一個百分之百完美無缺的 這樣的一個主體 他透過談哲學可以跟小孩子去分享 他自己的一些困惑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老師必須要放棄他這個權位的一個矯正 這個是必要的 最後我要講一個東西叫做無用的用處 我想我比較是主張說 小孩子的這個哲學的學習過程 必須要能夠跟他日常生活當中 如這一套書 有一點點遊戲的這樣一個目的 能夠結合在一起 那大家知道說 小孩子事實上在做一些遊戲的時候 事實上並沒有一個特定的一個目標跟一個目的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事實上有很多很有創造性的一些東西 都是在這種沒有目的性的這樣的一個行動當中 不知不覺的會產生 我們就不用去說一些偉大的一些哲學的一些發明 或者是一些偉大的一些藝術的一些創造 也許剛開始的時候 你去看都是做一些其實很瑣碎的 大人或者是老師 最忌諱的一種行動 一種介入就是說 讀這個東西沒有用 這個你不要想 這個你不要做 這個跟你將來的什麼什麼 這個東西有關係或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負面的 非常在各殺小孩子 很童真的哲學的一些 創造性的 有罪要不得的一個行動 這個整體來講 可能也包括說 整體的教育體制 怎麼來看待哲學系這種 不過哲學系大概也不用太擔心了 因為外文系面臨的這個經驗 這個困境大概也就差不多 那這個地方大概會牽涉到說 從一個比較權威化的 比較主流的 比較公立主義式的角度去 他們認為什麼東西是有用處 什麼東西是有價值 那我們必須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接觸哲學事實上 也是要讓它重新回過頭來去看 再去解解一下 什麼東西叫做價值 什麼東西叫做用處之類 這個都應該都可以透過 這樣一個哲學的 跑路過程當中去做一些翻轉 所以呢 我要講結論 結論大概是說 像我平常在上課的時候 有同學可能就會問 類似我剛剛所講的 有沒有用的人的問題 他們常常會問說 讀這個文學讀這個哲學 到底有什麼用處 那我們那個時候 大概都會停下來 請他們混過頭再去思考一下 你如何來界定 什麼叫做用處 什麼叫做價值 不過久而久之 就不太有人 再繼續問我這個問題 那我剛好也在教浪漫主義哲學 浪漫主義文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非常喜歡問同學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問問自己 你有多久沒有像 這個講起來有點肉麻 請大家暫時忍耐一下 你多久沒有像一個天真的小孩子 這樣問你一件小事情 而感到滿足感到開心 我要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其實那就是一個 innocence 純真 好奇心 純真好奇心 對我來講是一個 哲學思考的一個出發點 小孩子因為 純真因為好奇 這個也問那個也問 這一些都是在日常 日常的生活當中 我們覺得應該要去開發去引導的一些 可會碰撞出一些哲學火花的一些機會的 那我很高興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這一套書 可以來幫引領我們 在做這件事 再往前再更快進去 我想這一套書 不只適合小孩子讀啦 我覺得剛剛有一些幾位朋友們都有提到說 它其實也是一個大人 一個心靈的一個雞湯 它裡面事實上 有副長的哲學的一些觀 但是它透過非常生動活潑 必須要再講一點 最後一點就是 還有圖像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圖像這個東西 對於小孩子的學習過程當中 是佔有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的 一個功能的 我們不只可以透過 事實上 小孩子沒有辦法操作太複雜的 文字的思考 透過一根圖像做一個非常巧妙的結合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教育的一個補助一個工具 好 以上就是我跟各位分享的一些想法 謝謝大家 我自己Cue自己 大家好 我比較習慣站著講 大家可以看到各位的表情會 比較不會覺得自由自民 簡單自我介紹我在文化大學教哲學 我們平常有一群朋友 也在進行高中哲學推廣的活動 然後我們創了一個組織叫 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 目前已經慢入第三年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呢 都會在教育廣播電台 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廣播網 這個禮拜要早上十一點到十一點 我們這個節目叫 哲學咖啡 那我們都會談實事 用哲學的眼光去談實事 那這個節目呢 也會放在網路上 會放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各位呢 如果當時沒辦法 現場聆聽的話 也都可以隨時上網 你知道今天教育廣播電台 它會有一個隨選的一個城市 你只要去點哲學咖啡 這樣一個節目 就可以聽我們的州 有很多不同的哲學界 或其他學界 或其他的社運界 其他的民間人士 從他們的角度去談 透過實事去談哲學問題 所以歡迎各位可以去聽這樣的節目 那 其實今天各位來 都是在聽Oscar的演講 那我們就是襯托的角色 所以我盡量的說講 我說話的時間 我不會講很長 各位等一下應該把 所有的主力盡量集中在我們作者 那因為他講比較自在的 這個討論的方式 所以各位盡量在心裡面 開始想一些問題 等一下好好的轟炸它 好好的剝削它 不能讓他們那麼輕鬆的就離開 好那我簡單的談一下 因為剛剛海雲老師講的是 他對兒童哲學 或教兒童思考的一些想法 可是像我本人 我雖然有個十歲的小孩子 但是我很少教孩子哲學 我比較是以一個大人 我把他當一個成人的角度 可以帶他 所以會特別當灌輸什麼東西 所以我其實不能夠講什麼 關於兒童哲學的想法 我相信在座很多的朋友 其實比我更了解這種哲學 所以我簡單的分享一下 我在推廣高中哲學的一些經驗 其實很多東西 跟各位要在現場 去操作兒童哲學的教育 其實有些共通的地方 給各位參考 因為我除了在廣播節目上 討論哲學 因為我們社會的對象 是給高中升級的 然後我們平常呢 也固定的去全台灣的高中教哲學課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哲學現場的 跟高中升級的討論哲學的經驗 再來這些高中哲學的推廣過程 我也參與了體制內的 生命教育的課程的規劃過程 所以我也了解的相關 以後呢 未來幾年台灣呢 從高中一直到國小都會上一堂課 叫生命教育 其實它的實質就是哲學課 它實質就是哲學課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簡單分享一下 我的簡單的想法和經驗 所以我等一下要談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在 第一個問題就是先回答說 哲學到底是什麼東西 哲學是這個活來品 它適合我們嗎 我們為什麼要學哲學 這是第一個問題 很多人不了解哲學 是會不會覺得這個問題 那我先簡單回答這個問題 第二個 我再談一下 我在目前推廣高中哲學的過程當中 遇到幾個常見的問題 最後第三個我在談 那我的幾個簡單的建議是什麼 簡單說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要談一下 到底我們需要 我們可以學哲學嗎 我們適合學哲學嗎 哲學或是國來品嗎 各位很清楚 其實哲學這個概念 完全是西方來的概念 就是在我們的中文的歷史裡面 沒有把哲學兩個字連在一起使用 有哲有學但沒有哲學語字 這兩個字完全是用來對應西方來的語言 翻譯出來的國來品 這個字是日本人在19世紀 用來翻譯英文的Philosophy 或者英文或德文或法文的Philosophy 這個字原 然後因此對應所翻譯出來的學問教學 這是日本漢義的結果 那可是因此我們就宣稱說 那在我們的本土經驗 在我們的 不管你可能不同的種族 那漢人的傳統或其他的種族的傳統 難道就沒有哲學的土壤跟種子嗎 當然不是 只是說這樣的概念 這樣的我們現在熟悉的這些 專業術語跟方法的 確實是國來品 什麼形上學啊 全都是國來品 在古代的思想沒有 在本土的思想沒有這些東西 那但是不代表我們沒有實質的內容 當然有實質的內容 所以不代表我們不需要哲學 或不能談論哲學 它雖然很多框架來自於外來的國來人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發展出這些東西 原本就有很多材料可以發展 所以我們確實需要哲學 也可以發展哲學 那為什麼呢 我簡單地說 對國大哲學叫康德講的確名言 大概有人說 純粹理性批判一開都會想一句話 他說人類的理性有種宿命 有一種宿命就是 你會拼命地想去回答那些 你的理性無法回答的問題 這其實是台語老師剛才講的好奇心 你想要回答問題 那你不一定能夠回答 就算你的現實經驗只到此為止 但是你會堅定想追問 然後呢 下一步是什麼 就像現在的物理學要告訴你說 這個宇宙其實是有緣起的 從大爆炸那一刻擴張成現在這個狀態 而且持續擴張當中 但你的好奇心不會阻止你 因此就 the end of story 就結束掉了 那大爆炸之前呢 其實這是個有趣的問題 我們會不斷去追問下去 所以人的理性就天生 只有這樣的一個命運 你會不斷去追問 你的好奇心會無法被滿足 只要各位心中有這樣的一種求知的本能 那你就很適合哲學 我相信所有的小孩子都有這樣的本能 因此我們非常適合哲學 那可是在台灣的現場上去推廣哲學 經常會遇到幾個問題 我大概談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台灣的學生跟老師都太習慣有正確的答案 我們太習慣有正解 所以每次我丟問題的時候 你有沒有習慣 就是用很蘇格拉林式的問答法 你就丟問題 結果會給答案 一開始丟問題 就像這個Oscar的書裡面 他會不斷丟問題給你 他不會給你一個標準答案 可是學生跟老師都會說 請問一下教授請問一下 那正確答案是什麼 我說其實沒有正確答案 其實可以有不同版本的答案 如果你的腦袋的框架 還是我要追求一個正確的答案 那對不起 其實你還沒有準備好學哲學 我們相信 在未來遙遠外 可能會有好的答案 比較好的版本的答案 但不代表 我們現在可以隨手 從頭帶挑出一個正確答案出來 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跟一般的學科其實不一樣 你今天算數學可以有正確答案 你今天算快速會有正確答案 因為如果算錯的話 你的公司就麻煩就大了 會有正確答案 可是哲學 你不要要求有立即的正確答案 這是台灣在教育體系必須要先改變的心態 第二個就是 我們還是太習慣二元對立 很簡單的價值觀 不是對的就是錯 就像韓芸老師剛剛講 有限跟無限中間還是有很多可能性 不一定會只有兩種價值 我們在台灣成長 尤其我這一輩被台灣的教育 養育長大的世代 我們太習慣非黑即白的世界觀 就像我小時候 我最喜歡看的卡通 叫無敵鐵金剛 我們坐下來去看卡通影片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問說 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小孩子都會先簡單的 他們很簡單的先 全世界世界之簡單的 樂園對立 可是事實上的世界不是如此 所以如果你的世界觀還是黑白 樂園對立的話 其實你還沒做好一個學習哲學的準備 其實在台灣的高中的學生 還是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甚至老師也是隱私 因此我在進行這個 生命教育的課程的設計的時候 我會跟高中老師上課 談哲學問題 還是會老師會私底下問問 教授請問正確答案是什麼 然後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標準的答案 然後這個一定要強迫 做一個很清楚的框架 跟這個非常工工整整的東西 他才會心安理工的回家 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這件事情 如果你的心態這樣 你也不可能教導哲學 老師說 然後第三個 經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其實台灣的教育體制 尤其英文教育體制 威權心態還是很重 我想威權心態就是 其實很少老師願意接受學生的挑戰 很簡單很殘酷的事實就是 如果你今天無法接受別人 對你的意見提出挑戰的話 你也沒有資格教哲學 很簡單 因為對我來講的話 每一個行業都有它的義務 例如說 律師的義務就是 盡力替你的訴訟當事人打官司 不管他是好人或壞人 你就盡量幫他打官司 以前是醫生的話 你的義務就是醫好你的病人 不管他是好人或壞人 你也是要醫好他 OK? 你不能說 因為這個人是個罪犯 所以我就不抑制他 不行 OK? 這是你的義務 那哲學家的義務是什麼? 哲學家的義務不是 同意別人的意見 而是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 對我來講 真正學哲學人 是永遠的反對的 你應該是不斷的提出你的反對意見 當然前提就是 就像韓恩老師這樣講 你要先傾聽別人的意見 你在很忠實的提出你的反對意見 所以如果在教育現場 或者想要推廣而同哲學 或想要訓練自己的哲學思考的人 你沒有這簡單的這幾個思想準備到 其實你沒辦法教導哲學 你教出來的就是以前我們從小學的 中國文化思想 中國文化思想基本教程 這樣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照本宣科 很套裝很罐頭的 就是塞到你腦袋裡面 其實那些東西 讓不動 你正在思考人生問題 就讓不動 它是鐵板一塊 所以 這是我遇到幾個 比較常見的問題 所以我的幾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 你真的想要學哲學 你也想教哲學 你一定要維持非常開放的心胸 這個開放的心胸就是 你不要只有簡單的 惡人對立的世界觀 非黑即白的世界觀 那你一定學不好哲學 那第二個呢 就是 要很誠懇 要很誠懇 不要心口不一 因為我覺得在教育現場的老師 經常會心口不一 可是心口不一 就是老師一開始都講得好聽 老師對開明了 當然什麼意見盡量講 真的學生起訴意見 老師就翻臉 或者請問好的時候 就偷偷翻臉盪掉 在大學很多老師這樣 嘴巴說我是個自由派 事實上倒不是如此 事實上倒不是如此 所以 一開始覺得會讓你騙 可是久了之後 學生就沒有反應 他們上課再也不會發言 就我的經驗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的心態是夠誠懇 孩子會不斷提問題 或你的學生 或你的對話者 他真的會很誠懇認真地提出問題 而不會 而不會最後再陷入沈默 所以這是我一個簡單的建議 然後最後的一個建議做事 我們應該多利用一些機會教育 跟年輕的小朋友 或者跟年輕的高中生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很多的機會教育 談論技術 我們不需要談非常遙遠的東西 非常抽象 其實從他生命經驗當中 就可以討論很多問題 就像昨天有個朋友 就跟我討論 他一個很困擾的事情 他有一個九歲的小孩子 過年剛拿了紅包包很多錢 那我的朋友呢 他就回到家之後 下班回到家 遇到他 他兒子就跑來看他講說 這個媽媽 這個有件事跟你講 你不要生氣 他說什麼事情 他說 我又去買了另外一支 現在很流行小子 叫妖怪手錶 一支1680元 他媽聽了就氣炸 因為他已經有兩支了 而且他已經告訴他 不准再買 而且這個孩子 三年級的小孩 他自己拿了錢 就跑去買了 沒有他母親 而且他母親一概概概概 你不能夠買 他也跑去買 那他就跟我討論說 那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我應該直接發飆嗎 那我的建議很簡單 第一個先不要發飆 因為你發飆之後 你孩子可能接 因為他年太小 他所接收到的訊息 不一定是你要表達的東西 他接收的訊息是 喔 以後那我就不講實話 我講實話 你就要罵我 那我以後就偷偷還會跟你講 你反正花的是我自己的押稅錢 我只要不跟你說 你不會知道 所以 我不希望傳這些 是一個錯誤的訊息 所以前提一定是 你一定要跟孩子 好好的勾談 如果你反對他買 事後你可以來講 為什麼你反對他買 你可以彼此去交換你的理由 其實還是可以說服 你跟他講說 因為你已經有兩支了 你第三支是浪費 多餘的 這是一種浪費的行為 因為同樣的 這筆錢 你可以做很多更有價值的事情 或者說 很多人其實欠缺這1680塊的資源 但是你卻很輕易地把它浪費掉 我們可以用很多理由去說明這個東西 說明完之後呢 你可以說服你孩子 或者說你可以達到一個結論 例如說那我們就把這個手錶拿去退款 但是前提就是 彼此達到一個溝通的結果 這是一個簡單的基本 機會教育 所以 這可能是一個親子相處中的一個危機 就兩個幾乎要翻臉 要彼此開罵 可是它可以是個轉機 如果你真的好要溝通的話 你的孩子只有帶回來的教訓跟概念是什麼 第一個 第一個 我應該說實話 我不會因為我說實話被懲罰 第二個 這個 我今天傾聽我的母親或其他人的意見 其實對我可能是有幫助的 或者我 我只要理性地去陳述我的意見 大人也願意聽我的意見 我覺得它變成一個正向的經驗 不是一個負面的經驗 就是我一說實話就變大 然後被罵 這是一個負面的經驗 好 我簡單說了 先 好 好 那 等一下我就交給你們 下一個 祝家人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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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給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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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做的事情是使用的哲學 跟哲學當然是有一定的關係 可是不完全是哲學 要不然它就不應該有另外一個名字 這個所謂的使用 就是對話 而且是表演性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行動 我們不會去描述這個世界的規則 但是我們在這個整個世界的規則當中來行動 尤其是對話來進行 所以我不想跟你們描述 如何跟小孩子對談哲學 所以我要做給你們看 所以這個世界呢 是總之非常好的 也有一個祝福 我呢 原來也沒有預想到 我沒有預先安排 但是今天晚上 有兩個小孩子在 他們都接受 這兩個小孩子都接受 一起做這樣的一個練習 是比較危險 也許在中間會出什麼狀況 我不知道但是是真實的狀況 所以我就不用跟你們說 我做的是怎麼做的多好 我對於這個好 多麼好這個東西 是很過敏的很敏感的 因為呢 這是來萃虛我自己所做的事情 好,這把我做的事 好,所以我已經不再討論 如果在你群人裡會請你來 我請你來 你叫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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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叫做得到嗎 这个鼓掌呢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你看我们立刻的 那我们对一个小孩鼓掌 就立刻制造了一个自然的情境 我希望的是一个自然的情境 这是很自然的 就是跟小孩子讲话 讨论是自然的 那Emily visiblement 现在它不太舒服 所以我们将来到过来 我想请Emily 起初 她也有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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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去哪儿呢 在哪儿呢 上面 在这儿呢 你不用爸爸,我把你抱下来 你好吗 你叫 Maëlle,你叫我十岁 她不习惯,下面还要一个翻译 这不是很简单的不回答 如果不立刻回答,你觉得很乖 你需要习惯 她学习一下 因为她两个语言都懂 她不懂为什么要等 我刚才问Emily 让她找一个问题 也许各位没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人类很强健 我们说我没有问题 但我们发现 我来打赌 Maëlle比较诚实 所以她平常会提供我们的问题 那么理论上 她应该替我们准备了一个很美丽的问题 Maëlle,是否有一个问题 你希望我们一起思考 我听一下 我听一下 嗯,是否 是否 是否 她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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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么 到底 这个气喘呢 是因为 她盯着到你还是说呢 这个气喘呢 是在 就是 气喘在全世界都有 嗯 是因为 因为我有气喘 因为我有气喘 对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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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你个人的问题 是正常吗 是正常吗 是最近的还是很久以来就知道 很久了 很久了 alors 现在你会说 你会说 甚至是这似乎的问题 也许听起来很怪 但是你先先认为 你会说 因为你会觉得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 我问你一个很准备的问题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 但是你会觉得 为什么你会问你 是否会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气喘是一个问题 因为 气喘呢 就是 气喘呢 就是 气喘呢 防害到我 那么我就没有办法跟那些动物 没有办法跟那些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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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所以呢 那这个气喘造成你的问题 是这样子呢 就让你不能接近动物 我明白吗 是这样吗 是 是 那我没有办法跟那些动物 有 因为我很喜欢动物 那么你喜欢 那么你一定要跟他很亲近吗 或者是远距离也可以喜欢 最好是在旁边 你看现在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没有问你 我希望你去想的是 可不可能 就是远距离地 有距离地来喜欢 你可以有距离地来喜欢吗 那么你会在哪里 你会在哪里 我会在哪里 我会在哪里 可是呢我比较喜欢可以跟动物在一起啊 我不要那么远距离地爱 我告诉你 如果我跟你说我比较喜欢当蝶蝠夏 可以吗 但是你会注意到吗 那你能注意到 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话 你会知道我不是别人家 你知不知道吗 我跟你说 Emily 我很不信 我很难过 我比较喜欢当别人家 可是呢 我只是一个 一个可怜的老的Oscar 你会说什么 来帮我 我会说 生命不是完美 你真的是一位大师 所以我现在就说 亲爱的大师 我学习到了你的课题 那么对你来说 有没有问题 你的气喘的问题 人生不是完美的 你承认吗 那么 我跟你说了 这句话之后 我跟你说了 这句话之后 那对你 就是来看这个问题 有帮助吗 我相信你应该是一个父母亲 那么 父母亲呢 都可以不断地跟小孩说 那是对他们 那是对他们没有用的 一些话 那他们呢 都觉得说 这样对小孩有帮助 但是对自己呢 都不合格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这个 你自己的这个想法 是不公平的吗 你还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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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笑着说 人生 生命 不是完美的 他说呢 他说呢 有些人呢 可能会相信 所以呢 他们就会日子过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你给我的答案 是给那些很天真的人吗 所以呢 你给我的答案 是给那些很天真的人吗 我明白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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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听着你的话 你说 你说 这个东西对我不行 那对你可以啊 你相信就好了 你相信就好了 你相信就可以了 你会吩咬我 你帮我做了一个笨蛋吗 你帮我当成一个笨蛋吗 你帮我当成一个笨蛋吗 一碗 有一个的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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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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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我呢 就可以 你 如果我相信你呢 你相信 那你自己呢 曉我 你自行 那自己呢 对我来讲这样不可以 可是对其他人可以 他说这个大家 我相信你们快要冲到这个屋顶上去 不要那么兴奋 也许你们没有这样跟小孩对话经验 尽量不要这么兴奋 我了解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出戏 不是的 我们是在思考问题 我对 Maëlle来说 我需要稍微安静一点 才有办法继续的思考 你们在看的时候呢 也思考一下 同时的思考 也许我们做完了以后 可以兴奋地做别的事情 待会你们可以高兴地大叫 我们可以大叫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再专心一下 是你会想到一个点子的时候 你幼稚为什么想 比如说 比如说 今天晚上你不想做功课 alors qu'il y a un examen le lendemain 那明天有考试 你妈妈给你说 为什么你不做了 你不做功课 今天晚上要做功课 你不想做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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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想做功课 也许你不想做功课 可能你不想做功课 其实你妈妈说的时候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说法 你妈妈会觉得 有问题吗 也许是 也许有 也许没有 你看 就重新再跟我做了一件事情 可逗抗会 体育充 也许是 也许不是 然后我怎么办呢 我们想在 Cineme 你想想 我问 Romeo 问Juliette veux-tu m'épouser peut-être que oui peut-être que non 也许不要 也许不要 的 quoi她似乎 Juliette 那这个 Juliette她会这么想 你 你会这样 对啊 就是这样 但你不不在 在后面的 我认为你会在后面的 我们知道是不是在台湾 常常有这样 的经历语言 但他在后面呢 我认为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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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钱 当然没有 Maëlle 这么可爱 我认为你会 你会 我认为你会 我认为你会 你会 那么我们 怎么称呼一个人 qui en guise de réponse osse les épaules 那么他不回答 就是呢 就是把这个 肩膀 这样 送一送 我认为你 你找一个 形容词 来形容 这样的人 你想得到吗 那么我认为你会 那么我认为你会 我认为你会 那么我认为你会 讲一个 讲一个 看看 那么我认为你会 这个人呢 他没有 下决定 那么你是不是 没有下决定 那你应该注意到 你持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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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来的话 都没有决定 你注意到吗 你注意到吗 我认为你会 再问你一次 那你会常常说 你会常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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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经常使用的 一个方式 所以你认识 你认识你自己 这种的 就是 无确定性 是吗 那么这样的一个 情况 对你 有没有问题 你会常常说 不确定的语言当中呢 有一个字 是 是 他的答案是是 所以我们 是不是可以认为 说这样的一个 无法决定的 这种的 这个情况呢 对你来说 是有问题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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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 想到一个 就是像这样的 就是 无法确定的 这个情况 在你的生活当中 会给你造成 什么样的困扰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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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想得清楚吗 倒进一下 是的 非常奇怪 想想 我们看到她在学校 您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老学校的老师 老师呢 通常很难保持安静 哦 您可以在楼上呢 您可以讨论 我通常在做教师的演习的时候 是最可怕的 他们有办法 就是不讲话 而且呢 他们都是一些专制的人 因为呢 他们在教室里面呢 他们什么都可以做 然后呢 继续 好 我们再回来一下 我忘了 所以呢 就是这个不确 你不法决定的这个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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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你的脑子里面想不清楚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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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alors imagine que la maîtresse te demande 那么 你想想看 如果老师问你 多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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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不出来,我就认为,你不知道, 老师会怎么说,老师会说,我不知道 你觉得老师这样子想是对的吗 老师认为,你如果说不出来,就表示你脑筋力不清楚 她说,我不知道怎么用法文说 那你可以用哪语言说 用中文 好,你可以用中文 那么你这个就是无法决定 现在,在生活中,你会造成负困 现在,你会择到中国 然后,你会择到中国 好了,你会择到中国 是还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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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会择到中国 是 现在,你会择到中国 你会择到中国 你会择到中国 你怎么认为是 你不能够决定 你不会决定 你不能够决定 你不会决定 你不能够决定 你用法文说 还是用中文说 真的吗 是不是 对不对 我现在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不 事实上 其实是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你知不知道 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不是要你说 你想说什么 而是说你想做什么 然后说出来 你要不要说明 解释就是你无法决定 你是不是要跟我们 你是不是要让我们知道 你无法决定 你是不是要让我们知道 你无法决定 或者是你要去厕所 我意思是 你会在哪个目的里面说这个话 我要说这个问题 用哪个语言 用中文 现在我们的确认 好 这样是清楚了 这是正确的 好 现在是正确的 马尔 马尔 要跟我们说这个问题 他用中文来说 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嗯 我进链额 至于 我进链颊 我进链额 轻一向 正确的 好 好了 你听到 很好 对 我突然 所以思考很慢 还是动作很慢 或是两者都慢 两个都慢 你看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所以要有耐心 Maëlle有一个很美丽的问题 其实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一个问题 她是一个无法决定的人 犹豫的人 所以她在思考跟在行动的时候呢 都非常的缓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思考的过程 有意思吧 要不要嫁给我 你要不要嫁给我 我现在真的找你麻烦 那么我现在想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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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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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行动都很慢 好 好 我们已经知道你是一个有意的人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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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问题是 是 我明白 你回答你 那么这两个问题 哪一个比较严重呢 所以 没有办法接近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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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吗 那么我现在给你一个建议 我现在给你一个建议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那么我给你一个建议 那么我是那个瓶子里面的仙人 那么在人生当中 你可以靠近动物 如果你没有气烦 你没有气烦 可是呢 就是你的思考 你很厉害 那么你非常难决定 或者是另一个人生 或者是另一个人生 你不会再那么犹豫了 你不能再那么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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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行动反应都很快 你一定要跟动在一起 那么所以呢 你可以牺牲 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 的效率 速度 是这样吗 是的 是的 那么跟动物在一起 有什么 让你这么值得 这么渴望 我最少知道 你不知道 我还不肯定 我可以选择 如果你不知道 他不知道 这就不用去 那有可能 你弄错 你搞错 你知道 还是你不知道 我选择 我願意選擇跟動物在一起 因為如果我跟動物在一起 就算我的反應很慢 我還是可以做點事 所以你跟動物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變得比較慢 不是跟人在一起 你懂嗎 你會說跟動物在一起 其他都沒有關係 那麼就是 反應也沒有關係 那麼可是呢 跟人呢 沒有問題 從來沒有問題 有 有 我還可以繼續這樣下去 你讓我非常驚喜 我喜歡 我喜歡 不斷地去探討 尤其是 當你說出來的話 這讓我很驚喜 我會很興奮 想知道你的思想的過程 但是他們很想說 在場的朋友 也很想表達一件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先聽一下 就只有兩、三個問題 就讓我們來評審 這樣 我們繼續 我們以後再繼續 你喜歡 你喜歡 我喜歡 那你跟我說 為什麼你喜歡 所以你喜歡 你喜歡 可是你說 你不知道 你還沒有辦法 很清楚地明白 為什麼你喜歡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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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又是你 因為你的思考太慢嗎 是嗎 是嗎 是 是 你應該要決定的時候 或是你要有一個想法的時候 但是它就變慢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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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有關係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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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在一起就會有問題 是嗎 對嗎 是嗎 對嗎 所以 難怪有人會成為獸人 第二位問題 第二位問題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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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有 有一点 那你告诉我 是什么 那你再来不太 surprise 那你再来不太 surprise 但是后来 我也没有太惊讶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会再问你个问题 而我回来明天再回来 我会再回来 明天再回来 我可能没办法 但也有可能是 其实你已经累了 你不知不知道 我再试试 有没有在我们的 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 你有说 我怎么以前都从来没想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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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都想过 你自己 或在学校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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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聊过这些了吗 你自己吗 你自己吗 我怎么以前都从来没想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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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说很多东西就好像什么都没说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一点点 说不出来 我们就停下来 好 我们就停下来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你要不要 为什么 你问她 你不太认识你妈妈 你不太认识你妈妈 就是问题 这个讲话 对她来说 不会是问题 你要不要试试看 好 你现在是记者 你现在是记者 这个太太 那么你把那个麦克风 交给他 我把我的麦克风 对她来说 对她来说 你不太认识 记者 我让你记者 我用试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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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的妈妈 有点复识 这么多年 这些训练 是 我用试识 你喜不喜歡我跟Oscar之間的對談? 我不知道怎麼說 不知道怎麼說 不知道 這就是我不喜歡嗎? 請問為什麼你不喜歡 你問他為什麼你不喜歡 為什麼? 因為你在眾人面前是另外一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你平常不太傻 在正常的情況下 其實你不會害羞的 而且你很快 實際上你的反應是很快的 你不覺得你平常常說 我不知道 你不覺得你平常常說我不知道 我很討厭 你就是說是說不是 就是有點猶豫不決的樣子 對 你還有一個問題嗎? 真的嗎? 是嗎? 是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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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留意 可以留意 可以留意 這裡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 你可以留意 你们刚才有听到这个孩子 你们也听到也看到这个母亲的母亲 那这一切是很有趣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非常严重的名字 那么这就叫做 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的 她不是这样的 我不必告诉你们为什么 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么常常呢我跟父母亲之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绪 那么现在呢我希望就是让大家来发言 那么还有这两位我的这个同事 那么试着来分析一下 这个我们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 所以就是很精彩的就是示范的情境这样子 那我们很晓得有没有想要做一些分享 或是说有没有想要做一些提问 这样子 我刚才听了这个教授说的 为什么要让孩子在座里面坚强 因为对于一个陌生的这么多人的大女生 她的美貌感现出她有没有样子 对于一个陌生的 Patricia 但如果有任何人想回答, 你不想再回答 我并不想再回答 不要再回答 如果想回答 请不考虑 我尊重這個問題 但是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假設說小孩子不適合 不應該在公開的場合去表達他自己的時候 我就應該有一個回溯的去想 我為什麼會覺得小孩子不適合在公開場合 你是不是這樣一個想法當中 是不是先預先把小孩子的角色 定位在什麼樣的一種可能性當中 這個我覺得大人也許 我沒有百分之百明確答案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值得回生來想的思考的一個問題 我認為在生存的情況下 我認為在人生當中 就是在人生當中的所有情境 就是一個機會 就是讓我們自己瞭解自己 也看見自己 也就是瞭解自己 這個當然不會是一個開心的事情 但是這還是一個 你還是學到 這還是一個功課 我認為在您所提出來的問題裡面 你可能覺得 應該要保護孩子 我個人認為 我認為 這是很值得 很值得 我可以說 你可以說 那這個馬爾 這個馬爾 運氣真好 那這個馬爾 這個馬爾 運氣真好 那 有好多兒 小孩 還想要 在他這個位置上 我有三個孩子 那我會喜歡 那我會喜歡 就是我喜歡一個孩子 來做我照顧 那我會喜歡 就是我喜歡一個孩子 來做我照顧 可是在他的教室裡頭 有兩個孩子 有兩個孩子 哭了 所以就有人跟他說 Oscar 你讓孩子哭了 是可怕 是很殘忍 但幸好 他還好 有那個 在場 他跟他爸爸說 那是個學 是可怕 他明白 他就明白了 他明白了 其實 是可怕 那是個學 生命的經驗 然後 他也在這個科堂上 他也學到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有 要保護孩子 那你會不會 禁止 你禁止他去做这件事情 他就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那么这个孩子呢 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那么这些孩子 哭的孩子 很可能是他们 在原来的环境里面 太受包 大人跟他讲 就已经是一场灾难 那么这个 如果我作为父母的话 我会想想看 那么如果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的话 就是妈妈的母亲 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如果你觉得她平常 她不是这个样子 也许在家里面呢 她所表现出来的 思维的表现给你看 你自己也说了 那么你给了那个 那个钥匙 那么在家里面呢 是由她来指挥 那么当然了 她就什么都可以自己做 那么她就不用忧郁了 但是在这里 那么这是一个考验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场逻辑的思考 那么你可能不必说 啊奇怪 她怎么跟平常不一样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她 所以你今天晚上可能发现了她的另外一面 所以你不要禁止她 你不要把这个作者杀掉 那可能呢 你要去看 这是一个机会 你要想说 你应该对妈妈做什么 那么比如说 在家里面 可以跟她做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么 那么 你所形容的这些东西 我其实在马尔身上都有看到 是啊不是 让我说 让我说的 那么 她也有她很 就是 很 很 很爱耍赖的那一面 跟妈妈呢 我做什么都可以做 那么 没有问题 但是呢 跟Oscar在学习的时候 你不可以 因为她要求我 要合逻辑 那有什么意思吗 我说的 有个道理 那 这可能是太适合 我可能是太适合 因为我要求你 就是要合乎逻辑 要回答的问题 你的整个思考的过程 要很清楚 明确的回答 你回答的时候 你回答的很清楚 你注意到了吗 妈妈会这样要求你吗 妈妈会这样要回答的问题吗 妈妈就是妈妈 就是跟她讲 那这些是 是学习的思考 那么这个呢 是就是理性思考的过程 数学过程 所以呢 你就发现了你的女儿 你重新发现你的女儿 如果我会很高兴 接受你的感谢 我感觉你好像很高兴 我感觉你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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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我的经历里面 我常常有这样的经历 那么就是我看到我的那个 第一个女儿 在那个教室里面的那个表现 我感觉你很高兴 我想啊 就是我想 我真的想得死她 我教导她要独立自主 我以为我这样教她 我到教室里面去看她 我去教室里面去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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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呢就跟着那些笨蛋 她看起来比那些笨蛋还要笨 这对我来讲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那么就是 对我来讲 就是教育的这个 期限 你现在可以拿着这个书 然后这样去问她 然后这样去问她 麻烦了吗 在我的过程幕之前 我可以先发表你自己的经验 我可以先发表你自己的经验 我本身我算是想说 我就好有没有 一个叫亚斯伯格症 还有另外一种是 另外一种是 另外一种是一种 叫Tick的脑部异常放电 然后 就是我脑袋运转速度之间的检查 是大概使用两倍左右 所以我小时候就会看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的书 那像我小时候那时候看的就是有关希腊三折的历史 然后知道所谓的哲学这个词之后 我就观察到生活当中到处都有所谓哲学的火苗 但是在那种在火苗就是看到火苗的过程当中 会常常发现那种火苗被 在一些比较成年人生有意无意的 或是说朋友就是有意无意的把它抹杀 不要这样 那在这个部长中 我虽然是小孩子 但是我自己就是对于哲学方面 我觉得有那种思考的必要性 就是什么的 但是那个 但是那个 但是当那样火苗可以沙掉的时候 那我會有一種會覺得有點可惜的想法 只是現在的話好像似乎並沒有辦法去改變別人 所以我就開始把那些哲學的那些思考的一些的 我會在自己譬如說把自己關在房內 然後自己問什麼問題 然後自己的辦法 我會讓你一句說話 我可以給你一個提醒一下嗎 如果你說話的時侯 如果一句話你會說 為什麼拿你這句話 为什么你要讲话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练习 因为我听了你讲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说话 好像是一个无名的酒鬼 我好像在听一个无名的酒鬼 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自言自语 然后说了自己的生命 之后我们就跟他说谢谢你来分享 在一句话讲话 为什么你要讲话 我想在问问题之前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要讲话 我先问 我想说为什么要讲话 你不认为何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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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人 这是人们没有信心 把问题问出来 他们不问问题 可是说了一大堆的前言 又要解释 这是教授的问题 你送给我们一个礼物吧 送给你自己一个礼物 有信心 不知不知 问题问出来 关于心理智商的分析 他跟这种哲学思考的差异性在哪边 关于心理智商这方面跟哲学思考的差异性在哪边 你认为他有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特别钝对于这种哲学 这东西应该是多人都在想东西 那为什么要特别钝对儿童这一块 看看现在问问题 有没有听见你自己 就是在这个问题当中 你所限定的答案 你所限定的答案 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大块的粉 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大块的粉 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你有听见吗 有 有 像他 是什么 就是 我觉得我好像在碰到桌 就是哲学这方面的问题 好像 好像就是因为成年人并没有特别去 就是比较现在成年人会去限制这一些 所以才会让小孩子没有办法去进行死 好吗 你见我读读吗 你看到我的翻译口译了吗 你看你说的话 在他身上的事情吗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在沟通上面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我有 Writing's Ma 我想 有没有问题 你在沟通替 Jetzt 你不可以读读 头发 他 replacing 用英文 你泳 到那前 абrant 宝通 晨 读 就是 你不想说实话 我不想说实话 有一句话 你有一句话 请买一下喝 因為中文可能是你的母語,所以你不敢說,你不敢欺負 所以你要說話的時候,你不敢說話 所以你不敢說話的時候,你不敢說話 這樣的話,你不敢說話 第二天,你也說話 然後你自己被關在你的房間裡 你記得嗎 對,對 這就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不是做一個很有學問的演講 而是讓你自己知道你所講出來的話 有在你所說的話裡面有看到問題嗎 或是 對 你應該說我這樣說話 也就是這樣說的過程當中 因為說出口才能找到問題 我會說話 我會想說話 我會想說話 你的想法是可怕 是你的思考 是可怕 是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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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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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像运动员一样 就像一幅好的画一样 你喜欢吗 cadeau 是你帮你到家 就像运动员一样 那麦当老长长长说的 一个礼物让你带来家 我刚才提到他非常抱歉 我对我对你说 让我对你让我对你 让我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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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道歉 如果你要解釋 如果你们要解釋 如果你们要跟我们解釋 为什么你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那就是有意思了 但是有意思 是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就是说人家打了一拳 对不起 我说我对不起 嗯 我说我对不起 对不起 如果你想说的话 想说 为什么你会控制自己 为什么你会控制自己 那我就去 我就想说 我先说 这小船 就是她的东西 我看她对不起 有意思 你不能解釋 你没有解釋 你没解釋 她呢 就先道歉 因为很容易 因为很容易 可思议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去成禁思末语 在一个佛教的宫里面 我相信这个对你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我吗 但你相信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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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尊重思想 你必须尊重思想 你的思考呢 你不要把它拿来乱 就是乱搞 人最有意义的就是 人会思考 你真的说话 你相信你自己的窗户 你信了吗 你发现自己的窗户 在街上 你眼前看了人 你相信我 你会想找人 你会想找人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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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就像你这样 你会耗到你 我停下来 这个教授很好 他觉得你可以继续讲 我认为你会停下来 我认为你停下来 我认为你感兴趣 只是说 你觉得让他开心 我提示一下 我认为他会有很多感应和感觉 我认为他发现 你会只有我感觉 你会常常识我现在可以停下来 我认为他会有很多的感觉 我认为他低下来 ah ça c'est beau vous avez touché du doigt le problème c'est là le problème vous n'êtes pas mort et si vous aviez lu le livre du Samouraï 如果你读过日本的武士道德 你可能就会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武士呢学习一件事 他要死 他必须死 如果他没有死的话 他就应该在战场上被杀 这很逻辑 那什么叫做死 就是停止脑袋里面的混乱 那么武士有一个词 我是武士 他说很抱歉在台湾呢 我来给他们讲日本的武士 我了解你们可能有很多人也不喜欢这个武士 日本的武士 这是我的剑 你读到里面他怎么说呢 当一遍遍遍发生一件事的时候 我必须能够反应 用最短的时间 让这个剑 触碰到这个地上 一秒 但是要这样做的话 你要死了才行 就是要停止脑袋里面的困难 因为你有很多情绪上的肺痕 所以这个口中就不断的出来了 其实这样子对你也会很累的 对邻居来讲也会很累的 这样子会很痛苦 大家都会很痛苦 就会变成了一个武士 我改变了我的建议 就会变成了一个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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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 更好 那就会变成了一个武士 就是感谢你 可思议 像个人们人在喝酒 他们问:"我喝了酒 真的 但我看到你们的谈谈 如果你没有你们的谈谈 我不會喝酒 是你的錯 是你的對待 是你讓我喝酒 像孩子一樣 是他 是他的錯 是他讓我這樣喝 但是你也不和我 我看你的眼神 你不在這裡 你想要說話 不是你的理性 而是你的整個混亂的情緒 他就是非常想要講話 像火山一樣 你認識嗎 你現在是你的情緒 是你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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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的情緒 是你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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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情緒 就是情緒 就是情緒 是情緒 還有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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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人的情緒 是你喜歡的情緒 是的 alors respire 深呼吸 dès que vous êtes comme ça ne parlez pas 深呼吸 或 alors ce que je propose aux enfants tu vas voir le mur et tu lui raconte tout 那你去跟他讲话 那你觉得好一点 你再回来 你再回来 你讲话吗 你再试一遍 你不要试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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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 les murs sont d'excellents interlocuteurs 墙壁是最好的对探者 你知道有一个 对墙壁 讲了好多年 是墙壁 是墙壮 很有意思吗 好墙壁 我感觉这个墙壁 这道理 好一点了吗 再多一个 酷 我們家有一個七歲的小朋友 然後我們每天在晚餐的時候都會聊天對話 然後他問的問題 我有時候是用反射性的回應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是不是要再多問他一些問題 讓這個對話可以延長 想說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 我的兩位同事看起來都不想回答 就是剛剛也有提到不完 就是說我覺得不完當父母親的 我只是當老師的 我覺得都不應該只是站在一個 給答案權威化的下指令的這樣一個位置 所以在透過對答延長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出發點 然後在這樣一個延長性的對話當中 我覺得大人們發掛者本身 他也會產生一個反身性的思考 我覺得不是只是要求小孩子 給出一個哲學性的答案 對我來講真正的哲學性的一個對話 也包括說說話著自己本身這個位置 也要產生這種反身性的思考 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一個哲學性的對話 不是只是要求對一般要給出一個 像樣的一個答案才停止 我告訴你一個就是我們在做訓練的課程的時候 我們怎麼教導這個人們 你必須要感興趣 你應該呢要對你孩子的話 感到非常的驚喜 你必須要感興趣 你要非常感興趣 你要對另外一個人感到 就是很好奇 在正常的情況下 其實人對其另外一個人 是不感到興趣的 在台北的一個學校 我就問他們說 你在台北的一個學校 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有什麼問題 然後有一個小孩 就說 他跟他媽媽有問題 她媽媽怎麼做 她媽媽怎麼做 她媽媽總是告訴她 你要去做什麼 她穿好衣服 她媽媽來了 她常常跟她說 你不應該穿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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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有很多的母親是這樣的 就是什麼都要通知的 然後這個十歲的孩子 就已經無法忍受 我們就在課堂裡討論 我們就在課堂裡討論 那麼其他的人 就是不應該穿去 因為他們說 那是他的問題 我沒有問題 跟我沒關係 就是這樣子 那麼我剛剛跟媽媽說話的時候 我必須被困難 我要停下來 我覺得很難過 因為我想要了解 媽媽的道理 是怎麼回事 那麼我在做那個哲學諮 就是孩子跟父母的哲學諮 的時候 我發現大部分的父母 對他的孩子 不感興趣 他要知道他有沒有吃飯 他要做什麼事 他想什麼呢 他們一點都不關心 他們也不感興趣 所以我做的這些書 其實不是給孩子的 其實不是給孩子的 這些問題 其實是給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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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讓你呢 好好證明你的孩子 知道他想什麼 然後你會非常驚訝 你會每天都會有很多新發現 那時候你才跟你的孩子 能夠有真正的對話 在那時候你才跟你的孩子 在那時候你才跟你的孩子 能夠有真正的對話 那麼就是 不要只是在談 你今天該穿什麼衣服 他可以吃飯 那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生物的問題 那這些都是生物的問題 那這些都是生物的問題 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 是大多數 就是我們絕大多數的話題 都是生物的 身體的 因為這個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天氣 就這樣 那這是 fascinant 這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可以談好幾個鐘頭 就在那邊談 台灣今年的冬天 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要感謝這個地球的短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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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呢 在我們的短話呢 就可以花很多的時間 也有些很有趣的討論 但是呢 孩子的這個 就是孩子的秘密 或者是自我的 自己的 就是你看不見的那一面 其實我們都不在乎 沒有人在乎 你們剛才對這個 Maer 她說 她的這個思考模式 你們覺得有意思嗎 她媽媽不覺得 她媽媽跟所有的母親一樣 她希望她是 她的女兒 是某一個樣子的 所以呢 她覺得她的女兒 不像平常的樣子 她應該 她應該 如何改變態度呢 哇 就是這樣才可以了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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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就是看她的這個 如何的選擇 然後 今天晚上我就不用睡覺 我要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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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是一個非常 就是非常 有意思的人 你知不知道 你的父母親對你 真的是很不容易 不過呢 他們是正常的父母 這些 你知不知道 最后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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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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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手一下好不好 那个问题 接手一下 谢谢你 让我们发现了 如何来问 一个小孩 让我们发现了 这个马尔主义 有一个问题 但你已经答应了 所以我只是想分享 一个讨论 我的问题 是 结果 后来看到整个视频 为什么你不写写 最后的写写 最后的写写写 你不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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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你不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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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做一些特别的东西 要想给他们装饭了很多东西 你不想读读读 那么她说 这个大部分的情况底下 那么就是说跟这个第一位提问 第一位提问的人一样 他们都会就是说 倾向于想要保护孩子 那么你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呢 你的声调就会不一样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很惊讶地发现一件事 就是说我发现呢 有一个人呢 他跟一个孩子讲话 可是呢 他用平等的态度 跟他讲话的 就是把他也当作是一个成人 这样子在跟他对话 然后我发现那点以后 我就在想说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为什么我的父亲 没有这样子把我养大 其实父母亲用这样的态度来教育 因为教养孩子 其实他们也都是出于善意 非常的善意来这样做的 那么那么那么 当我说的 我说了 当我说到我的父亲 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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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不一样 我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大多数的社会里面 父母亲都想要保护孩子 而且都没有出于善意地想要保护孩子 那么到底我们有什么方法 就是说不只是想要保护 而是那个保护的程度已经超过了 那么所以呢 儿子没有把他当作一个 就是平等的 没有以平等的 来对待这个孩子 那么我刚刚查点想问你说 你呢有没有办法自己停下来 你是不是一个最愁完美的人 那我们就来自己留下自己的答案吧 我简单的回应一下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 平常我跟小孩子互动 我也是把他当一个对等的人 在沟通 所以我会因为我父亲的角色 我就用比较威蠢的方式跟他讲话 所以我以对等方式跟他沟通 但是同时身为父亲 另外的义务就是要保护孩子 所以这是我的义务 在他未成年之前 有时候保护他 也有尊重他的意义 这两个经常是冲突的 你要尊重他 他是个个体 但同时你要保护他 因为他是个未成年 这两个经常冲突 所以有时候两个在冲突的时候 你必须衡量 有时候必须让他接受可 接受的 你可以承受的风险 但是风险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必须要变成一个保护者的角色 我不能用对等的角色 所以这两个角色经常在转换当中 但是没有标准的答案 但是我简单的问题 我想您已经提出了一个 就是父母亲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有两个方式 就是有两个态度 是有点点短盾的 那么就是有两个态度 就是有点点短盾的 那么通常父母亲呢 就是这两个都走了几端 所以要不呢 他们就是太控制了 这个是很传道的 那么也有这种非常现代的 那么他们呢 就真的太放任了 那么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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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两个人的选择 那么这种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 那么这真的是 就是你一天到晚都在后悔 那么这种感觉 不管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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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小孩都一定会跟你说 你不是好的爸爸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智慧的功课 就是有孩子呢 所以我们学习智慧的功课 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自己的有限 那自然是最好的 那么自然是最好的 这种感觉的关系 然后其实我们这个场地 是可以就是再留下来啦 那如果说你们可以再去问一问题 可以 然后等他那一段时间再留下来 如果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知道说他明天的话 好像还是有一些公开的行程 那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去找 那个现在国际树寨的那个网页 然后可以找那个 那个困点名字 然后应该可以就走到 他的两个公开行程这样 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 然后而且我们也就是从就是 这些师然后还有他们的就是 谈话当中 我们知道说 其实哲学真的是要有耐心 他有一个他的一个节奏在 就是我们呼吸时刻的时候 就是要让自己去思考 那可能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课题吧 我相信这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 都是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那我们就是很谢谢大家今天啦 还有谢谢三位讲者 还有很谢谢就是我们非常辛苦 我们可以欢迎来想起来的 我们可以欢迎来想起来的 谢谢大家 我们会以为好像有那个飞机 飞打了 那我们开始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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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很喜欢观察这样的学校 那我们很喜欢观察这样的学校 那我们接下来他们就站着 stimulans的出现 怎么样 那么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些读学 就是使用的那些诗学 我们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那个这个讨厅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国际的网络 我们开始合作专业跟台北的哲学商协会 也开始有合作的关系 可能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一起来做一些活动 但是这些关系的人可以写信给我 你们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看 你们在Google或是Facebook上面 只要打上它的名字 就可以找到网站 其实这个就是说 它就像运动一样 它事实上是一种练习 一样跟运动一样 对人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时候 所以当我回到一个国家 我去到一个国家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做计划 就是跟父母和小孩做计划 那么如果有人喜欢的话 你们可以用Skype 那明天在书展 明天早上到十一点钟 在三館 三館 三館 有一个跟小孩的工作坊 如果你们还感兴趣 要不然我有一个好消息 要不呢 dimanche je m'en vais 礼拜天 我就走了 如果你们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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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再也不会见到我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有信息的话 可以继续在乎分享 谢谢 谢谢